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红潮禁闻 我是奥雪 今天是美东时间9月13号星期五 这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军防警告中共正设法夺走台湾海峡 苏紫云避免风险 美誉禁用中共起重机 西方企业持续撤出 中国经济高增长期已结束 两月内超千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骚扰 德军舰艇编队穿越台海 行使公海自由权 亲爱的观众朋友 视频结尾 我们会介绍一款纯天然膳食补充品 三高代谢宝 它能激发人体的自我疗愈力 改善三高 从内而外提升健康 如果感兴趣请不要错过 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 有军方人士提醒说 中共用阳谋让台湾逐步失守台湾海峡 与此同时 美国通过外国媒体向北京发出了警告 台湾零传媒9月13号 引述不具名的国军资深人士指 从8月起 中共海军军舰转到台湾东部海域 把台湾海峡交给中共海警 自此 台海的中共海警船不断增加 多为2250吨053型与1300吨056型导弹护卫舰 虽然吨位不如台湾成功级军舰 但中共海警有数量优势 这位国军资深人士还说 中共大幅增加海警船的所谓执法行动 是意图把台湾海峡内海化 让台湾逐步失去在台湾海峡的执法权 与此同时 中共海军军舰转到台湾东部海域 进行外海训练 甚至在台湾彭加宇外海 组建海上加油区 加湾游再回台湾东部继续训练 共军还派扫步雷舰 到东部海域执行水面扫雷及步雷作业 似乎已将台湾东部海岸 列为未来的进犯重点 如果共军明年开始 在台湾东部外海 进行多舰艇组合式训练 甚至是海空联合训练 就将严重威胁台湾国安 未来 如果中共借演训 将共军兵力投射出第一岛链 向第二岛链推进 那么要封锁台湾 就可能是轻而易举 中共党魁习近平 下令共军 在2027年前做好饭台准备 目前距离这个时间窗口 越来越近 正在台湾访美的 美国援助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 9月12日呼吁台湾领导人 要假设中方明天入侵 提早做好准备 不能拖延 克拉夫特特意提到 最近颇受关注的零日攻击 这是第一部 以台海战役为主题的台剧 克拉夫特说 预告片场景 可见台湾出现大规模混乱 如食物燃料短缺 银行账户被冻结 网络攻击 外国人大撤退 中国人接管电视台等 他说 这些事 台湾人现在很难想象 正如乌克兰当初 也无法想象俄罗斯会入侵 轰炸他们的城市 克拉夫特建议台湾 要成为太平洋的波澜 一方面加深于美国的国防关系 一方面要把自己建设成 无可置疑的军事大国 让任何一个国家不敢威胁你 值得关注的是 英国金融时报11号透露 美国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 已进行了一年多的规划和训练 目的是在北京入侵时协助台湾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 中国分析中心高级研究员莫里斯 对美国之音分析认为 美国军方人士向金融时报 透露海豹六队的训练计划 是在向北京发出一种警讯 是美国威慑中方的一种方式 让中国重新考虑 如果入侵台湾将面临什么 莫里斯也说 海豹六队的参与 可能预示美国参与协防台湾的程度 是较为深入的 美国众议院12号公布了一份联合调查报告 披露了中共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 越来越大的威胁 报告则侧重美国港口基础设施的安全隐患 特别聚焦振华重工的起重机 推出这份调查报告的是 众议院三位共和党议员 他们指出 中共国企上海振华重工 目前占美国港口船对岸起重机业务的近80% 有证据表明 郑华重工可以充当特罗伊木马 能够在中共军方的要求下 利用和操纵美国海事设备和技术 可能影响从东海岸到西海岸 各地美国人的安全 影响全球军事以及商业活动 声明还补充说 虽然拜登当局关于海事安全的行政命令 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 但调查证明显示 巨大的损失可能已经造成 美国官员已经对200多台中国制造的起重机 发出了警告 这些起重机被用在美国各地的港口 和海事设施装卸物 对此 希望之声记者13号 采访了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 起重机这些基础设施就可能会威胁到美国的安全 这些起重机 它的马达等威胁比较小 但是都透过网路的连结 可以做远端的修复工作等等了 中共的这些公司就可以下载 起重机的工作状况 甚至于可能会有内建的系统 起重机所拍摄到的货物的画面 情报给中共去运用 那么就知道美国的商业情况 更重要的是军事部署的情况 因为你船舰建造 或者是军事物物资的运输 变成数据出来 当然就等于是给中国 关于国家层级的战略情报了 苏子云解释了 振华重工起重机的潜在风险 苏子云认为 甚至中共的电动车 也是因为它有网路连线 这些百工百业只有一个事情 就是只要它的网路设备 是中共提供的 那就有潜在的风险 苏子云认为 美国之所以采购振华重工的起重机 主要是价格便宜 如果美国的政府出台一些奖励的措施 来扶植这些基础产业 完全可以替换掉 振华重工的起重机 以往有比较成功的案例 就是海康威视 2019年开始 美国国会发现 中共的监视器 占据了大部分的市场 所以当时美国的国防授权法 就禁止联邦使用 海康威视的监视器 因为可能会有资安的漏洞 在禁止使用之后 比如说以台湾来讲 台湾的监视器出口 就重新获得了动能 成功的击退了海康威视监视器 这些法案就是保护国家安全 禁止这些有潜在威胁的产品进口 有些奖励措施 这样才可以形成良性循环 希望支撑记者凯特 潘翔采访报导 英国最大商业银行 巴克莱银行分析师表示 中国经济的高增长阶段已经结束 许多跨国公司在投资清单中 调低中国的位置 甚至撤出中国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 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 中国的营商环境恶化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知识产权的不受保护 政府对中国企业的巨额补贴 造成的不公平竞争 中国经济的增长 放缓和利润都减少 造成外资企业和投资离开中国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导 上海美国商会会长郑毅表示 过去几年 在中国做生意的风险上升 市场也在放缓 一些商会表示 中国市场的利润率 已不再优于其他市场 上海市政府在8月份表示 苹果公司将部分 电子产品生产 转移到印度和越南等国家 对此 谢田13号对希望之声表示 苹果公司的产业链撤离中国 实际上是整个世界的产业链 制造业离开中国的一部分 苹果公司当然希望拥有中国的市场 中国有很多消费者 都喜欢苹果产品 苹果品牌的地位 质量 性能 确实是非常优越的 但是中共对苹果手机 一直在打压阻挠 他一直在扶持本国的品牌华为 现在看来 经过也意识到 在中国生产确实有问题 不光是经商环境的问题 还有成本的优势也没有 所以它实际上跟其他的公司一样 把产业链慢慢地转移到 越南和印度和其他国家去 那它这个转移 实际上是一步一步地进行的 首先把一部分产品移到印度 另外一部分还继续留在中国生产 现在看来 它们会慢慢地完全淡出中国市场 但是可能会留下一些服务性的东西 在中国 在中国生产有 原来那些教育价格有失 现在这个价格也不太有 因为中国这个通胀很厉害 谢田介绍说 苹果手机最新一款iPhone 16 开始把人工智能的功能放在手机里面 AI需要有一个学习过程 在自由世界 AI就接受西方自由世界 自由思想正统的教育 而在中国 AI就得灌输服从共产党的领导 遵循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洗脑教育 对苹果公司而言 谁来培训它的人工智能 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谢田还提到 近日 IBM关闭了在中国的研发业务 IBM在中国已经生根多年 连这么生根的企业都要离开的话 更不要说其他企业 所以接下来会有一大波的国外企业 选择离开中国 本台记者王潇采访报道 据明慧往七八月份的消息 至少又有1,219名法轮功学员 被绑架骚扰 其中579人被绑架 640人遭骚扰 60岁以上被绑架骚扰的老年法轮功学员 至少有201人次 另外1月至8月 法轮功学员至少有2049人次遭绑架 542人被非法判刑 其中 法轮功学员高杰 家住重庆河川区云门镇 曾是小学教师 得过乙行肝炎 胃下垂 长期失眠等 1996年5月 他在病入膏肓时开始修炼法轮功 几个月后 一身病神奇消失 2022年6月 高杰被绑架 之后被非法判刑一年半 他结束冤狱回家后 以66岁的他 没有了生活来源 扮低保 遭刁难 他只能当保姆维生 他在重庆成都 找到三份保姆的工作 都因警察骚扰而失去了工作 7月24日 高杰在超市购物 被警察绑架 之后下落不明 自中共1999年7月 开始迫害法轮功后 高杰被非法开除公职 多次被绑架 非法关押 卢昭秀是中祥市胡吉镇人 曾患多种疾病 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1999年3月 他开始修炼法轮功 一个月后 疾病不翼而非 他曾多次被非法关押 丈夫也遭到威胁 8月6日 卢昭秀被警察从家中抓走 目前下落不明 王健是江苏省太仓市人 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 身心得到很大的改善 受到亲朋好友的称赞 因为修炼法轮功 他累计被关押长达11年之久 8月11日 王健再次被警察从家中绑架 现在被非法关押在太仓市看守所 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佛家功法 包括五套简单易学的功法动作 因去病健身效果神奇 并能迅速提升道德修养 在中国迅速流行 据中方官方调查 1999年前 中国炼法轮功的人数 达到7000万至1亿人 这个数字超过当时的中共党员人数 6300万人 德国海军两艘舰艇编队 13日穿过台湾海峡 分析认为 面对中共近年来 对临边海域的挑衅 德国以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嚇阻中共 避免战争 与西方盟友形成国际共识 路透社报道 德国巴登福腾堡号呼卫舰 及法兰克福号补给舰 13日驶过台湾海峡 这是20年来的首次过境台湾海峡 台湾国防部表示 13日上午 两艘德国海军舰艇 一直向南航行通过台湾海峡 一位安全消息人士表示 这些船只可能会在14日完全驶离海峡 这个舰艇编队 先后访问了日本和韩国 10日离开韩国前往菲律宾马尼拉 13日早上 从东海进入台湾海峡北端 往南航行 此前 中共坚决反对德国海军舰艇穿越台湾海峡 但是分析认为 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在临海以外的水域 所有的国家都享有公海自由权 这意味着 任何国家的船只都有权行使这些自由权利 美国海军将台湾海峡定义为国际海峡 台湾国防大学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助教 钟志东对大军表示 德军特别经过台海 是对中共的一种警示 希望能够嚇阻中共 预防可能的军事冲突 以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 此外 钟志东认为 这也显示德国跟台湾的关系升温 前不久 台积电在德国设厂 德国总理以及重要的官员全部出席 展现了台湾跟德国关系的重要性 在今天节目结束前 我们先来聊一个和健康有关的话题 很多服用三高代谢宝的客户 给健康520网站反馈 表示感谢 我也很高兴能把这么好的产品带给大家 糖尿病的国际知名专家 Difronzo教授 他指出 糖尿病是由八大因素导致的 它的成因不只是血糖问题 还涉及多个身体器官的功能失调 如大脑 肝脏 肾脏和胰脏 这些内脏器官相互影响共同作用 导致糖尿病的发生与发展 而我们为大家推荐的三高代谢宝 它的独特配方是专门为了调节这些关键器官的功能而设计的 使用的是全天然的成分 目的是提供全方位的健康支持 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凯利女士 在服用三高代谢宝后 告诉健康520说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寻找一种天然方法来管理血糖 并提升整体健康 请登陆健康520网站 了解更多详情 这期的红潮禁闻就到这里了 欢迎就今天的新闻话题 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请别忘记帮助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请不吝点赞、订阅和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